今年,她一直在直播间默默耕耘,早前还在直播间卖起了卫生巾、安全库等女性用品,可线上观看直播的人数只有1000人左右。 不少人指出,一位5、60岁的男艺人售卖女性用品,实在太奇怪了。 上个月,她在一次普通直播中大吐苦水,自曝自己做明星比坐牢还惨,她不像别的明星,有人帮忙录视频,所以人气高,她的直播间也越做越低迷。 刚开直播时有3万人,现在2000人都不到,67岁揪魔智李国琳,直播整整8小时,疲惫到双眼不满血丝,直播间虽有一千多位观众,且只有10次货品上架,但一直没有人下单买货。 最终只卖出200块营业额,港媒因此封她为最惨代代明星,小小的直播间里头有大大的学问,见惯大风大浪的港星也不一定能hold得得住。 除了情怀,港星直播还卖什么?港星开直播,其实很清楚,情怀莎是自己的优势,所以李国琳曾经试过以揪魔智的形象出现在直播间,有了契约关系后,上了船的艺人很难下船。 前亚姐张文慈曾经在情线夜中环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》中拥有过经典角色,对于大部分内地观众,她的知名度很低,做直播时便被网友质问这是谁啊? 因为被不断攻击,她承受不住在直播间料女落泪,她曾抱怨过做直播不容易。